觀眾朋友你好 節目一開始 先談一談那個跟今天的主題無關的事情 上禮拜四有話好說 小弟我在主持有關於妙禪 然後談到一些言論的時候 好像因為我家裡就沒有電視 好像這幾天在電視報紙都有很多很多 對我的一些批評跟指證 那當然都是虛心受教 不過昨天晚上我寫了一篇文章 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的話 或許可以到我的臉書 或有話好說的臉書粉絲專頁上 去看看其實事實 跟大家想的並不是那麼一致 不過因為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就不在這邊浪費節目的時間 那今天節目要談什麼 下半場我們來談談 那奇怪 有又是臨口長根又出問題了 財團醫院為何風暴不斷 這幾天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這個更厲害 這個叫做隔空開刀 這不是特異功能 而是說明明這個要開刀的醫師 他人在國外還在臉書上打卡 結果後來登記了這個說誰動刀 然後呢就是這個醫師 也就是說呢其實這個醫師 根本沒動刀 動刀的是另外一個 可是呢他就去申報 健保了那這有什麼問題呢 另外一個也是臨口長根醫師 在婦產科的部分 他們有自己的醫護人員 寫了一個公開信 指控臨口長根有非常多的 這種不必要的過度的腐爛的檢驗 像是子宮鏡 而因為做這個動作呢 使得一個新生兒 就這樣子失去了性命 下半場來談談 為何財團醫院老是風暴不斷 也是會持續的追蹤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又是臨口長根醫院 在之前呢談到所謂的急診醫師 要集體離職的這個風波之後呢 現在又傳出來包括說隔空開刀的問題 也包括所謂的子宮鏡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臨口長根醫院又出包 一名婦產科醫師常常受邀出國演講 不過日前被院內護理人員 在網路上爆料 這名醫師出國期間 卻在院內有醫療紀錄 疑似隔空看診隔空開刀 對此長根醫院經過調查後 證實這名醫師近兩年來 的確有四天沒有依照規定請假 但是手術門診及住院工作 仍然掛名 將一規定送院內醫師資格審查委員會 論處 院方表示這名醫師出國期間 雖然沒有親自為患者進行手術 但是有找其他醫師代為開刀 因此沒有益領健保費的問題 至於健保申報錯誤的部分 將會診資料後主動提報健保署 不過貴福部強調 將請地方衛生局主動進行調查 醫改團體建議政府應該修改手術同意書 內容除了告知風險自費項目等 也應該確認是否有主治醫師親自動刀 以避免醫病資訊不對的引發醫療糾紛 記者 在屬於江龍翔台報導 介紹下半場的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本身也是婦產科醫師 現在是立法委員林靖怡 林委員你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朱顯光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長庚醫院呢 自己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確實是這樣子 外面講的都是事實 就是呢 有一個婦產科的醫生 林口長庚醫院 確實呢 出國了 但是他沒有依規定辦理請假的手續 所以呢 在申請健保的時候呢 錯報了四天 那這個事情呢 會自己主動提報給健保署 那醫師呢 也會以制度來懲處 衛福部的說法說 根據醫療法第六十八條 醫療院所要督導醫事人員 親自執行紀錄 如果作假的話 罰多少呢 一萬到五萬塊 那醫改會的說法是說呢 患者可能會被欺騙 那邊邊你的主旨是這個 開刀另外那個 那邊這樣 甚至你告訴他 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誰給你開刀的 然後呢 建議衛福部要修改 手術同意書 上面要寫清楚 到底誰動刀 消機會的說法是說 依照醫療法的規定呢 醫師一定要親自診療 如果不是親自指刀的話呢 會觸犯刑法偽造文書罪 什麼意思呢 啊你就讓那個健保署的這些公務人員 登載不實囉 馬捷醫院的董事長劉伯偉 他說呢 醫院是採師徒治 一台手術 最少三個醫生 比較資深的 只是掛名指導 可能只是出口而已 實際操刀的 可能是其他兩個 稍微之前一點點 我先請教一下委員 這件事情很荒謬 還是很平常呢 就是說 醫師的指刀的部分 像劉伯 就是這裡面各自都有一些說法 其實第一個事情是這樣子 尤其是在醫學中心 教學醫院 他其實都有兼具教學的任務 所以說 很多時候主治醫師或者是主任 他可能在這台刀裡面 他可能就是那五分鐘十分鐘 前後可能是他的作業醫師 對 看他看他看他最重要的那時候起立 那前後可能是作業醫師處理 或者是說有一些非常比較簡單的刀 譬如說只是燒刮術啊 那種兩分鐘的手術 那種你要叫主治醫師親自下來處理 沒有道理 因為那個在受訓過程裡面 他其實是指導 那所以說這裡面有幾個狀況 就是說第一個 住院醫師基本上來說 他們都有醫師資格 都有醫師執照 那住院醫師可不可以執行手術 除非某些特定的手術 不然的話理論上住院醫師可以 那舉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譬如說某些時候緊急剖腹生產 主治醫師在路上 住院醫師是第一線看到的 你只有兩分鐘時間救小孩 住院醫師要不要剖下去 那可不可以剖 可以 因為他是有執照的 是的 可是長庚這個案子比較糟糕 是說他的主治醫師 根本不在國內 了解 這個兩件事啊 如果說你是醫師 他人就在院內 我可能是你有問題 你call我我隨時來處理 或者是說 你先把前面處理了 我中間的時候上來 最難的那兩條血管 我幫你綁掉 接下來讓住院醫師繼續開 主治醫師在旁邊看 這個都OK 可是他這個案子是主治醫師 他是連人都不在國內的 這個真的太過分 因為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誰來負這個責任 那我搞不太懂 既然你都不在國內 你剛剛看到說 譬如說那個 譬如說我都是給這個人去看診 然後我從之前的那個 這個產檢都是給他做的 突然凌晨兩點要升 你要叫醫師呢 趕快趕過來 他真的也會趕過來 現在醫師真的很辛苦 可是呢 你可能一下子開四子 開五子 就要生了 你可能還等這個醫生 這個大家能理解 對 那所謂的那個複雜 或是教學的刀呢 那個資深的主治呢 在旁邊指導學生 師徒傳承 這個也可以理解 對 問題是這個已經在外國了 對 你為什麼一定要上面 申請健保的時候說 是這個某某某醫師開的刀呢 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事情 這個醫師其實 我們在醫院裡面 剛剛講到師徒治 就是有兩種狀況 一個就是住院醫師嘛 交給住院醫師 這個住院醫師很厲害 都交給你 我非常放心 這是另外這個是很離譜啦 我說這樣不合理 另外一種就是 呃都是自己的 就是說這個出去的主治醫師 如果是自己的老師 那你老師叫你幫他開刀嘛 我也是主治醫師喔 只是我是被你訓練出來 主治醫師 你叫我拿你開 我敢不敢說不 醫界有點這種問題啦 就是說師徒之間 老師出國去了 可是他不願意把他的病人 就是跟他的病人 老老實實說 我不在 像我之前我跑國際醫療 我會不在 我都會老實跟病人說 我哪一天到哪一天 我不在國內 我會把你交給哪一個醫師 那這個醫師我為什麼 放心交給他呢 因為他哪裡哪裡這樣 大家都很清楚 知道誰會照顧他 這個沒問題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醫師他出國 可是他沒有讓他的病人 知道我出國 也沒有申報 也沒有請假 在他的甚至像有些醫院 比較嚴格一點 醫師請假 直接鎖馬 不能用這個醫師的身份 去開任何的處置 這樣是一個標準程序 所以這裡面 這個醫師本身有問題 第二個 醫界文化裡頭 就是師徒之間 同事之間 通常不是同事 就是他不把你當同事啦 他把你當學生啦 你幫我處理啦 還有一個更大問題 就是醫院管理的問題 是 第三個要講就是 可能是管理的問題 這個醫師明明不在台灣 明明出國 結果呢 你根本不知道 或是你知道也不處理 對 然後呢 申報就申報出去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顯光 因為那個健保 可能還是牽涉到健保 資深的大牌的民醫 開刀去要健保費 跟之前的住院醫師 開刀要健保費 申請補助會是不一樣嗎 健保當然 不會因為醫生而就差別 不會不會 因為就健保他就是 所以這件事比較 跟所謂的 詐領福報健保無關 我覺得健保署過去 都是用這樣子解釋啊 但最後我們健保特約管理辦法 第三十九條 明明就規定說 以不正當或虛偽的證明 來申報費用 或報告申報費用 其實就是可以停約 一到三個月 但他會說 一樣是一個醫師 那這中間當然 你如果 因為我們現在手足同意書上 也是說 說明的醫師簽了 不見得代表他真的是會自己開刀 或 那這中間 民眾去看了這個門診 做了評估要開刀 可能就是看著這個醫師的醫術 或經驗去簽了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簽上面說 我是不是會親自開刀 或我全程開刀 還是我先說明 像林醫師說明 如果我遇到出國 我可能就找代辦醫師 會有怎麼樣 或是我是主刀 但有特殊狀況 我還是會進來 那我覺得是讓民眾 自行同意去選擇 這就是一個契約的關係 但現在我們很難在明天 法上說這是契約不履行 因為我們的手術同意書 就是這麼陽春 只有一個醫師的簽章 並沒有把這些牽涉得很清楚 那我們以後是建議說 包括衛福部或是立法院 可以要求我們以後 不管動什麼刀 在手術同意書旁邊 就是要註明說 動刀的醫師是誰 寫清楚這樣子 這很難 因為你教學醫院 住院醫師 譬如說我現在是九月份 我要排一個下個月的 子宮肌瘤切除手術 那住院醫師下個月 輪到這個開刀房的住院醫師 可能是另外一個住院醫師 不是這個月的值班住院醫師啊 那或者是說 我們刀跟刀之間接刀 這個手術可能是 某一個住院醫師是第一線主折 但他這台 他前一台手術還沒開完 我們另外一間已經在開了 他可能是下一個 我沒有辦法在上面寫出這個東西來 那這裡面 我其實要強調兩個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這裡一直提到 會出這個狀況是 尤其都是在教學醫院 那教學醫院他有 我們其實允許他有教學的這個功能 他本來就有這種 我是主治醫師 可是你可能當天 是我的住院醫師幫你處理 這是第一個事情 可是住院醫師是誰 你說要讓住院醫師 患者說來就是這個 下個月就是他 下個月就是他 這個太難了 這實際上有非常大的困難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這也是我要講 站在分級醫療制度裡頭 哪裡有我去指定 誰幫我開刀這種事情 如果是標準的分級醫療制度 轉介到醫學中心 就是一個團隊幫我處理 也就是說病人 今天被轉到醫學中心 去做一個特定的手術 他當然會有一個團隊來照顧他 他不應該是迷信某一個醫師說 我就是指定他 一定要他來幫我做這個事情 這個要求著名所謂的動刀醫師 這個我再解釋一下 其實實際上是這個設計 沒有這麼複雜 我們講的是說當然是排除說緊急的手術 好意外 或那當然就是排成的手術 那我們那個設計只是說 也問過醫界的朋友 就是說我們只是在說 因為我們都是找主治醫師評估 你先去看門診評估 做這個排成的手術 所以我們那個設計不是說寫說 主治醫師 動刀醫師是誰 把所有的人 要先在手術通訊書上寫 而是說 他其實是一個選項 說我 因為我是看那個主治醫師的門診 做評估 那主治醫師會不會親自動刀 還是我勾說 我主治醫師 沒辦法全程親自動刀 但是會有我的團隊 還是說其實因為考慮到的狀況 不見得會是由我主治醫師親自動刀 讓民眾可以自行選擇 我相信民眾也可以理解說 我到特別是到醫學中心 因為他有教學任務或主治醫師 是有特殊的狀況 當然不見 但可能要讓民眾知道 民眾可以自行去選擇 我覺得這個是 你太學生了 譬如說 譬如說 我等一下要動那個心導管 後天要動心導管好了 就簽那個手術同意書 上面就說呢 陳信聰 你後天的心導管手術 可能由你的主治醫師 某某某動刀 也可能由所謂的住院醫師 某某某動刀 也可能有什麼什麼 寫了一大堆 就是把全院的醫生 名字都寫上去就好 沒有 其實就三個選項 我講一個事情 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現在我們幾乎 只要是要開刀 都會經過麻醉科醫師 做素前評估 好 這是標準程序 也就是說 在手術之前 你要有一個麻醉科醫師跟你談 你上什麼 你是開什麼刀 你會上什麼樣的麻藥 上麻藥之後 你會不會什麼不舒服 你的本身的情況 會不會有什麼風險 麻醉評估的醫師 其實就不見得是 你進開刀房之後 幫你做麻藥的醫師 這是合理的 因為你就是在這個醫院 接受這個 接受這個治療 接受這個手術 那幫你評估的醫師 他是確認 你在這個過程中 沒有問題 或確認你了解麻醉 會有什麼風險 了解 但是進開刀房 我是輪班的麻醉科醫師 其實以受僱醫師 譬如說特別是婦產科 因為婦產科 因為大家都生過麻醉 生過四塊棒 大家很怕疼 所以我一定是 多去找這個醫師產檢 我們認為說 這個醫師最了解我 或是我太太的狀態 或是我自己的狀態 所以當然希望接生 或是要剖腹 是讓這個醫師來做 我可以理解 結果呢 結果呢 我暗信是這個醫生 結果是從來沒看過 我也不知道 他圓或扁的那個醫師 來幫我剖腹 這民眾的感受會很怪 或者是說 我根本不知道等一下 那個刀 是不是我等一下 這個之前的主治醫師 動的刀 可是如果照這個 邏輯去看的話 我們說原因 我們受僱醫師 那我勞基法 會沒有辦法處理耶 因為我找你產檢 那你幫我接生 可能是代產二十八小時 可能是代產五十四小時 那這段時間 我不換醫生嘛 對不對 那等我生完了之後 這個醫生的那個勞基法 他的這個禮拜的時數 可能就滿囉 是啦 總是就是希望 如果可以盡量他來接生 所以我一定要鼓勵大家 其實不要忘了 這些我們講的 這都在醫學中心 那事實上多數的 這樣子的手術 或者是多數這樣子的 成的 這要處置 在區醫院跟地區醫院 是可以 可以處理的 區醫院跟地區醫院 是沒有住院醫師的 不過這部分可能 還是要再跟病患做更多的說明 但是病患最難接受的 就是說明明這個醫師是在國外 可是簽名是說 簽他動得到 這個怎麼樣就說不過去 另外一個 還有是大家覺得說很怪 是不是真的台灣的很多醫院 幫你做了很多的 無謂的 沒有意義的 沒有必要的醫療檢查 譬如說子宮鏡 這件事情呢 是由林口長庚醫院的護理人員呢 自己在內部寫了一個公開信 因為牽涉到一個小生命的逝去 我們來看看 所謂的子宮鏡事件有多嚴重 女性不正常出血或驚奇不順 醫師在婦產科門診 有時會建議做子宮鏡檢查 用壓力水柱打入 將閉合的子宮腔撐開 再用內視鏡看有無病變 有醫師說 因為這是侵入式的檢查 檢查前都會先了解病患 有沒有懷孕 但林口長庚傳出 今年八月一名婦產科醫師 疑似沒有先驗孕 就對病患進行子宮鏡檢查 導致二十三週的胎兒 早產死亡 長庚醫院坦誠醫師 確實有疏失 當初因為病患說有吃避孕藥 因此沒有先驗孕 而這名醫師也被停權三個月處分 此外長庚內部護理師也指控 長庚將子宮鏡檢查工業化 門診約九成的新境病患 都會安排這項檢查 因此健保署將成立專案小組 調查長庚有無醫療浪費 我們來看看這一封公開信 這是在林口長庚醫院 自己內部流傳的公開信 他談到說八月二十三號 林口長庚醫院動了一個刀 然後子宮鏡檢查過程中 這個是林口長庚的護理人員 突然不預期的生產出 將近六百公克的 但還有生命跡象的胎兒 有生命跡象 那這封信講的那是不是事實 這個還要再查證 那信裡面說 他因為還有生命 可是呢 醫師呢說 不得呢 對新生命進行急救 命令他們必須協助 謀殺胎兒的生命 而且呢 要全部立刻禁聲 那這邊信呢 也談到說 林口長庚醫院呢 為了業績過度醫療 那他們只看到婦產科醫師 商業取向 為了賺取自己的自肺醫療 強迫病患 接受不必要的醫材 機器人手術呢 新臺幣三十萬五十萬的 滿天喊價 然後呢 談到婦產科醫師 投機取巧 假借親友名義 預佔特殊檢查的原額 然後呢 方便擴大自己在門診的診療 影響力 還有不當醫療的收入 譬如說子宮鏡檢查 他談到全世界似乎 只有長庚醫院 把這一項侵入性的檢查 工業化 工業化意思是來都來救 那當成快速魔力的 十個新病人九個 都安排子宮鏡檢查 同一個人 短期間內 還重複做好幾次 然後呢 說很多時候呢 子宮鏡檢查室呢 都是門庭弱勢 然後呢 之後再去做所謂的 開刀房的子宮鏡手術 等等等等的 那可是他談到說 醫院的高層 從來也沒去檢討說 這個安排是不是過度 也沒有說真的進行檢查 而只是虛晃一招 然後呢 是不是只是拿來騙健保給付 偽造檢查紀錄的手段 我先請教一下委員 你怎麼理解這件事 這麼嚴重 我們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覺得很離譜 因為懷孕六個月大喔 那個子宮已經超過肚臍的高度 你只要衣服一掀起來 只要是婦產科醫師 你當然除非病人很胖很胖啦 正常體格的 你就會覺得他下腹怎麼有隆起 那第一個事情 在所有的檢查裡頭 我們有一個原則 叫做No harm 不傷害原則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對這個病患做 不傷害的事情 那是優先考量 所以 比方說以婦產科 最好的工具是什麼 我們最常用的工具是超音波 也就是說超音波檢查完 我們認為有需要做檢查 超音波檢查完之後 認為他有必要進行子宮鏡 子宮鏡是下一個選項 那所以這個case 我們聽到說 為什麼他會在 沒有超音波的情況之下 直接做子宮鏡 然後子宮鏡 還在過程裡面 沒有發現這個患者是懷孕的 這個真的整個流程是有問題的 那當然再去追 我們後來也了解到就是說 據我們所知道 長庚醫院的子宮鏡的安排 是真的比其他醫院的流程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也要求婦產科醫學會 就是說 醫學會這邊也有個責任是 就是要把重新去要求 我們在婦產科這邊 標準流程是什麼 因為就我的理解 標準流程其實是超音波 超音波裡面可能有 大概十分之一 或不到十分之一的個案 需要安排子宮鏡 可是在長庚這個流程裡面 有一部分的醫師 他的流程是先排子宮鏡 而沒有超音波 超音波跟子宮鏡 在健保申請費用上差很多嗎 有差很多 有一些 所以用多做子宮鏡 就可以多收入 收入上相對於超音波來說 而且在申報上面比較容易 不 我們還是請教醒光 這件事情其實還蠻嚴重的 那不但說牽涉到 所謂的是不是過度醫療的部分 那還牽涉到生命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護理院公開信 剛剛我們就念過了 長庚的說明是什麼呢 說病患罹患多囊性的卵巢症 經其問亂 那該醫師在子宮鏡手術 沒有先驗孕 沒有發現懷孕 處置沒有周全 停權三個月 那胎兒出生 三名醫師當場確認 都已經是死胎了 不是信裡面說的 有生命跡象 不去救他 然後呢 院方也組成了調查小組 對於所有的子宮鏡病例 逐案審查 那個案呢 強調 都符合適應症 都符合檢查的適應症 林口長庚醫院 是台灣最早推展子宮鏡檢查的 醫院之一 病人檢查比率大概是三趴 不是說十個九個要做 我想請教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過度的腐爛檢查嗎 我覺得 因為很多媒體記者都問說 這只是單一個案 還是其實背後 有些系統性的問題 是冰山了一角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包括剛才那個醫師出國 還能夠申報 其實我都覺得健保局 真的腳麻已經很久了 他其實早就已經在說出入境資料 都跟醫師人員勾集 但是他還是抓不到醫師出國 那這個他申報量這麼大 跟同儕比起來 他們每次都在做同儕的健保大數據 雲端的分析 但居然也沒有針對這些去了解 我覺得這個事情 甚至說這個公開信 已經流傳了一個多禮拜 然後我也沒看到健保署或衛生局 有比較積極的動作 只是在晚報報了以後 他還說我一週內要去查 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對政府很多處置 是蠻失望的 那另外回到這個個案來講 因為我們的生產救濟法 兩年前過了去年上路實施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選日本有一個 雖然我們是三十三週以上 才會有生產救濟給付 但是我們的法條裡面是說 只要有生產相關的事故 都應該責成這個醫院 有衛生局去查 做一個根本原因分析 包括RCA 但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也沒看到說 政府說我就真的照生產救濟法 去做一個RCA 根本原因分析 瞭解說這是一個單純的人為的問題 就定調在這個人 我把這個人停掉 還是整個醫院的系統 其實他就是把關 沒問題 甚至是默許這種行為 或鼓勵這種行為 OK 顯光我請教你 剛剛我們談到所謂的那個子宮頸 我想問的是說 現在這種不必要的過度的 腐爛的檢驗 是不是真的太多問題很嚴重 我們來看看前二十大檢查 全年支出要到七百億 前十二大一年 我們就要花五百五十六億來去做檢查 第一名呢 是電腦斷層 第二名是超音波 再來呢是磁症噪影 然後心臟酵素跟血脂 病理循環機能等等的 其實如果你有病 病院 所有的都會自己檢查一次 過度嘛 腐爛嘛 問題很嚴重嘛 問題非常嚴重 健保署自己公布的數據 有人一年就可以做九十六次的血液 全套的常規檢查 有人可以做十次的MRI 一年一個人 一年九十六次 九十六次血液常規檢查 然後有人十次做MRI 有人一年做二十四次CT 其中在七家冠海冠海 其中有一半以上 都在同一家醫院 這是他在健保同一個分局裡面 那健保的雲端 這些大數據 他是在做什麼的 我都覺得有問題 當然病人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那醫院的管理或是健保署 那到底怎麼在做的 我覺得這個健保如果一般的民間保險公司 或國外的 就算是英國的公益制度也會 難道會這樣子允許 然後而且我們還號稱 我們自己有一個健保的雲端 有一個大數據的分析 我覺得這都是大的問題 但回過源頭 我相信委員同意臺灣的健保給付的制度 有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的醫師的診察 專業的費用給的很低 所以我們必須要靠開很多檢驗檢查 我們真正回到說 國外說把診察費調高 回到知識作家 不用再多開很多不必要的檢驗檢查 或是開藥這方式 我覺得這個知識作家概念 其實講了非常久 二代健保也有提到過 但是現在我們還是說 你只要開越多檢驗檢查 你可能醫師的PF制度 PF你拿到的醫師費 或你的收入就越高 那也是醫院的經濟母 不過委員這個扶爛檢查 恐怕也不是只有臨口長根的問題 然後應該所有的醫院 可能都會有這個問題 第一個健保署的怎麼認定 以及管制的問題 第二個 怎麼老是在臨口長根 所以這件事情明天早上 我跟健保署還有醫師師 還有婦產科醫學會 我們會有一個聲明 這裡面我大概有幾個想法 第一件事情 健保署要針對特定醫院的 特定檢查 甚至特定醫院 特定醫師的特定檢查 也就是說到底是不是 特別集中在某一群人 某一些醫院 專門在做某一些檢查的 他去勾擊出來去比對 那這個部分要交由 專業的醫學會去判斷 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會不會侵犯到病患全疫 明明該做的 但是現在變健保做起來 應該是說 其實現在所以為什麼 我說像剛剛顯光在講 說電腦斷層二十幾次 那一個 那個病人很厲害 他是故意去掛急診 所以你醫院在 他就 喔 健保署現在沒有 就電腦斷層有什麼好處 所以我就說這種就是有問題 但是你這種 要掛在醫院說 我故意扶爛檢查 醫院根本不知道 你為什麼從臺北 跑來臺中做斷層啊 他跟你講的頭暈啊 想吐啊 所有症狀都符合 醫生敢不敢不檢查 所以扶爛裡面 有一件事情也包含 醫病患的責任 醫病關係不好 所以 呃 其實 李柏章署長有講到說 接下來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說 我在做 病人做檢查 也要做部分負擔 而且部分負擔要拉 拉出來 就是說 你必要做檢查的話 那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你這個檢查 的數量是太多的 那你要這個病人 也要自負一點 才有一點壓力嘛 是 那婦產科 子宮進這件事情 我們也請婦產科醫學會 就我所知道 禮拜天他們已經 開過了一次院士會議 也就是說去查 長根醫院這件事情 到底是長根醫院而已 還是其他醫院 也有這個問題 好 那當然後來 我們所 據我所知道 就是 呃 有一些特定醫師 他整個的流程 是有問題的 那第三個事情 其實就是回到醫師師 也就是說 假如在這些特定醫院 他們的這個流程 因為這些都是教學醫院 我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是說 教學醫院 你讓你的住院醫師 未來當婦產科 組織醫師這些學生 學的是一個不正常的 不標準的流程 那他的教學醫院的資格 要去查 甚至要把它取消掉 小光你的意見 特別是對這種 財團型的醫院 我覺得現在還是要改善說 健保給付的制度 另外一個就是醫院的 PF制度 我覺得這種抽成制度 底薪很低 就是你要開越多檢驗檢查 我覺得這個制度 衛福部 其實在醫院評鑑 應該就可以去規定 中國 探索生命力 來到動物的最高住所 中國野地時景 在嚴酷的環境中 動物如何展現生命奇蹟呢 週二晚間十點 十點全紀錄 生命物語第二季 就在公共電視 全世界到底有幾種語言呢 Hello 你好 こんにちは 跟著世界地圖 學會130多種問候語 另外搭配專屬的APP 不只用眼睛讀 還能用耳朵聽 帶著孩子 一起環遊世界吧 全款一千兩百元 獲贈 我會跟全世界打招呼 書一本 詳情可掃描 QR Code 公視網站 波波02 2633 2000 人過五十歲 不只過日子 更值得過好日子 樂樂活大家假 邀請全台灣的大哥大姐們 一同參加 表達自己的需求和心聲 共同打造友善長者的智慧城市 詳情請上網搜尋 樂樂活大家假 請作答 為什麼這個為呢 許全教授 那個為其實只是個語助詞 就是走起路來很困難的樣子 那為什麼不是那個為呢 它走起路來 成為一個很艱難的狀態 你這樣的作法就很奇怪了 是說得奇怪還是長得很奇怪 老師笑而不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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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千金 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我們來看